中國的雙十一購物節剛剛落幕 與往年相比 今年的雙十一網路討論度低 氣氛異常冷淡 有分析認為 這是史上最慘的雙十一 雙十一是指各網路購物平臺 在每年的11月11日大型的促銷活動 最早起源於中國的阿里巴巴旗下購物網站 在2009年11月11日舉辦的淘寶商城促銷日的活動 現在已經演變成全行業一年一度的購物盛市 以及影響全球零售業的消費現象 那麼今年購物節 情況到底有多慘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一些商家上傳的視頻 就今年的雙十一也就走到頭了 你就看看現在快四點鐘了 連個送貨的人都看不到 曾經的這一天 你要知道 這個地方都擠不動啊 那車子多的 真的你都得排隊 那今天是啥呀 哎呀 那個才老婆 那個聲音那麼得下台哦 天啊 不開門耶 喝水都睡不著 又生怕錯過一個月 開幾門耶 一個人都沒得 天啊 教死人了 老婆整得輕痛 哎呀 說句老實話 現在這個聲音 你在那裡是喊個喝十百分 我都覺得十次了 這是中午十二點的平湖融服市場 冷冷清清 沒有一點人氣 晚年這個時候我們都已經忙到起飛了 今年的天氣也不給力 去年的這個時候 北方很多地方已經下雪了 今年大家都還穿著短衣 還有商家說 他們感到天都塌了 今年生意太難做了 今天都塌了呀 兄弟們 以前雙十一等著爆單 現在雙十一是夾雜清貨啊 以前雙十一都在想 哎呀 一個新款準備多久搞什麼活動 現在雙十一我看看啊 直播店上投影的直播間 全部都在清以前的庫存 兄弟們不是開玩笑 這真的太搞笑了 今年雙十一一點動靜都沒有 昨天晚上也是一樣 昨天晚上最慘的我看了很多店鋪 從八點到九點幾乎銷售額歸為零了 一個全天賣幾萬幾千塊錢的店鋪 八點九點 兩個小時歸為零 特別的恐怖 雙十一到底是誰在賺錢 中小商家真的好難呀 因為兩家小紅薯店鋪嘛 從十月中旬開始是限流 到進入十月份開始直接沒有流量了 直接完全沒有流量的狀態 我看我以前的單子 這是以前的單 這是現在的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流量的狀態 今年的雙十一為啥這麼冷清 雙十一那可是全民狂歡的購物賤 以往大家都守在電腦前 拿著手機等著零點的鐘聲響響 瘋狂想購 可今年雙十一幾乎是沒了存在感 另外對比往年的雙十一 今年的購物節 中國各大電商平台促銷活動 在十月中旬就已經陸續開跑 比去年又提前了一周左右 但是直到是最後一天 購物節在網絡上依然沒有什麼熱度 今年的雙十一是歷史有雙十一以來最慘淡的一次 我從大學就開始做電商了 截止到今年已經經歷了六個雙十一 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在雙十一當天的互聯網購物的氛圍 是一年不如一年 以往只要每次臨近雙十一 各種熱搜廣告刷屏 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在做工業 迎接雙十一這一天在購物平台框框下的 然而呢今年雙十一大家感受到沒有 冷清的一逼啊 雙十一購物節這個熱度降下來了 阿人們今年雙十一是怎麼了 就在昨天京東電商活動大促銷期間 京東倉庫居然臨時宣布取消日節活動了 有好多已經在路上的 日節特種兵們收到消息 只能原路返回了 大家簡直不敢相信 今年雙十一居然能如此慘淡 回想往年京東倉庫只有嫌人少的時候 從來不會嫌人多 以前忙的時候 一天得上十六個小時 今年這是怎麼了 是大家的消費能力都下降了嗎 連平時最給力的京東倉庫都大不如前了 以後的日子 大家會不會更難呀 不僅如此 今年中國電商巨部阿里巴巴宣布 取消雙十一晚會 沒有了明星雲集的晚會 也沒有了硝煙瀰漫的價格戰 不少中國網友預測 一個曾經讓無數人狂歡的消費時代 是否就這樣悄然結束了 這次雙十一冷冷清清了吧 麵包賣不動了吧 酸辣粉賣不動了吧 零食賣的也費勁吧 熟食也沒人買吧 飲料也很少人喝了吧 水果也很少人買了吧 這可怨不得我們不買 我們是想買也不敢買呀 你們防腐劑和色素也添加太多了 錢都是科技魚很活 即便有些大品牌 自許自己的配料表很乾淨 這下我們更慌了 現在就連配料表都有可能不是真的 這要是我們買回來吃下去 剩下的幾塊錢還不得錢交給醫院啊 不信你走出去看看 現在大街上沒人啊 商場超市裡面也沒人啊 特朗普上台啊 電商指揮越來越大 剛來到了這個工廠啊 跟一個工廠老闆聊天 他說他下半年 已經不敢再做貨了 現在只能接一下這個代工的訂單 維持這個生意 就讓工廠可以交得起租金養得起工人 而且這個產線哦 根本都沒有拉滿 現在呢是什麼情況 下半年很多 服裝廠都已經倒閉了 就不敢再做貨了 所以你們會發現 在不管是哪個品牌 抖音也好 還是視頻號也好 你發現 基本看不到什麼新款 商品的豐富度越來越低 以前都是經常看到新款 隔半個月就能出一個新款 現在沒有了 很多工廠都已經被做死掉了 他們都不敢囤貨 不敢設計新款 那麼今年的雙十一購結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奇特的現象 我們來聽聽專家的分析 大家現在兜裡都沒錢了 不光是冬裡沒錢了 而且還是預期我將來也不會有錢 如果我現在沒錢 我預期我將來有錢的話 那我現在還是敢消費 現在是我現在沒錢 將來也沒錢 那我還消費你算什麼呢 這個消費要盡打細算了 王赫還認為 整個中國的消費低迷現象 凸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漫長的冬天 中國人對未來的預期非常的悲觀 冬天什麼時候結束 這個冬天到底有多冷 現在大家心裡都沒數 所以整個社會都有一種很不確定 大家是很不樂觀 而且這個現在是國內外呀 對中國經濟的走勢的 基本上達成一致 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非常糟糕了 美國貝恩公司調查發現 在參與調查的3000名中國消費者當中 高達77%的人計劃削減或維持去年雙十一的支出水平 此外 中國經濟問題根源在於政治 現在老百姓對現狀非常的不滿 於是就不消費 不聲譽 通過躺平來變相反抗中共 就是整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種老百姓活而無樂的狀態 活而無樂 下一步要幹什麼呢 就是大家起來沉默地地下的眼見要爆發 與此同時 中國迎來了全民降薪的時代 各行業 包括政府的公務員都未能倖免 而房地產公司的接連暴雷 更是讓消費者迄今跌到谷底 伍佳龍還表示 中國的就業 消費者信心問題 以及房地產危機 外商撤離 外銷訂單流失 財政與金融等一系列問題都表明 中國經濟已經沒有了動能 非常難以扭轉 而中國經濟並不發達 內需根本不夠 必須依賴大量外需 而北京誤判局勢 毛毛以所謂的大國崛起自居 導致在國際上越發孤立 外需大減 現在中國還沒有跨過中等所得陷阱 這個時候還必須大量的依靠國外需求 來拉動自己的經濟 拉動自己的就業 從出口就業所得到消費投資 真正的動力都是出口 所以習近平這個跟美國經濟脫鉤 內需疲軟 供應過剩 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通縮的主要原因 應對持續的通縮 將是北京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您記得點贊 訂閱 留言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